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史大官員 我是雪莉 唐朝初年有這樣一位大文人 從小就被稱為神童 可是年紀輕輕 卻因為一篇文章斷送了大好仕途 沒想到時來運轉 他又因為一篇文章而名揚天下 甚至留下了一字千金的佳話 這個傳奇文人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伯 故事還得從藤王閣講起 話說大唐爭觀年間天下太平 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 一派清明的大智景象 唐太宗李世銘的弟弟李元英 也就是唐高祖李元的第22個兒子 被唐太宗封為藤王 封地在藤州 這位藤王不好宮馬騎射 也不好讀書 而是喜愛水墨丹青 擅長畫蝴蝶 他創立了藤派蝶畫 流明畫室 他還特別喜歡自己設計建造停牌樓閣 在藤州期間就建造了一座高大規律的樓閣行宮 命名為藤王閣 藤王李元英因為修藤王閣大興土木 被御史言官上奏坦告 唐高宗就把他變為洪州都督 誰知道他在洪州又構築了一座氣象更宏大的樓閣 雖然這個時候李元英已經不是藤王了 蜀寮們還是把他稱為藤王閣 而李元英又因為同樣的原因 再次受到了彈劾 被扁到隆州人刺事 他還以為這裡天高皇帝遠 朝廷對他的制約就鞭長莫及了 依然是我行我素啊 修建了第三處藤王閣 先不說藤州隆州這兩處的藤王閣 單說洪州的藤王閣 坐落在今天的南昌市西北 幹江東岸 市稱西江第一樓 這座藤王閣建成20多年以後 洪州都督閻博宇重新修繕了藤王閣 為表示慶祝 決定於9月9日重陽節 在修繕一新的藤王閣上 念請貴賓高朋和當地著名的文人雅士 舉行一個讚頌藤王閣的詩文盛宴 而聖宴中就迎來了傳奇文人王伯 這個王伯啊 可是個神童 他六歲的時候就能寫一首好文章了 十歲的時候呢 用一個月的時間就能通讀六經 十四歲的時候他被舉薦參加考核 名列前茅 被授於朝三郎的官職 十六歲那年 佩王把他招去當佩府的修傳 對他是十分的愛重 王伯十八歲那年呢 無論是民間還是宮廷都盛行鬥雞 佩王和英王也玩起了鬥雞 王伯開玩笑 寫了一篇習英王雞 討伐英王的鬥雞為佩王打氣諸位 惹得皇上大怒 認為他誇大其詞 挑撥朱王的關係 於是就把他逐出了長安 於是王伯就到四川各地去旅遊 得到了山川靈氣的陶冶起物 在詩文上是進步神速 後來他又被啟用為官 但是卻因為殺了一個犯罪的官奴而被判罪 自己險些丟了性命 連累他的父親也遭到貶官 而這個時候呢 27歲的王伯要去探望父親 在馮夢龍的《醒世橫言》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伯乘船來到馬當山的時候 忽然風浪大作 船身猛烈的搖晃 好像要翻船了 滿船的人都驚恐萬分 只有王伯端坐在船上 面無俱色 大聲的喝道 我命在天 豈在水神 他取出紙筆 一揮而救 寫了一首詩 意思就是說啊 我是唐朝的讀書人 不是投江的屈原 長江水也不同於蜜羅江 我平生堅守氣節 做的都是忠義之事 所以今天任憑你怎麼行風作浪 也動不了我的 王伯把詩丟進了水裡 片刻之間風平浪靜 王伯的才華和膽氣 讓眾人驚嘆不已 黃昏的時候 船隻停留在馬當山 王伯上了岸 正在咸游 忽然就看見一位老者 生的是相貌清奇 宛若神仙 王伯就恭恭敬敬地向前給老者施禮 老者問道 閣下莫非就是王子安 王伯大警說 你我宋媚平生 先生如何知道我的字號呢 老者哈哈大笑 怒了一縷胡須說道 老朽在此等候你多時了 明日就是久久重陽佳節 紅州都督員工要舉行騰王閣師會 你有絕世之才 何不前往憲復 來成就你的一世高明呢 王伯聽了笑笑說 紅州距離此地 走水路有七百里之遙 明天就是重陽節了 恐怕如此盛名 與我無緣呢 老者說 老朽乃中原水君 願祝你一番清風 可保你明日一早就到達紅州藤王閣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王伯聽了以後大喜 轟了勾手說道 那就有勞水君大架了 說完就按照老者的吩咐 登上了一艘木舟 老者說了一聲 閉上眼睛 坐好 王伯雙目微闢 頓時就覺得兩耳聲風呼呼作響 不督時 風聲見息 周已停穩 王伯睜開眼睛 只見旭日出生 天色晴明 已到了甘江岸邊 紅州地界 王伯離船登岸來到了藤王閣下 牙役通報了紅州都督閻博宇 閻博宇一聽 才子王伯遠道而來 急忙命人請王伯登上了藤王閣參加師會 閻博宇的女婿吳子章也很有文采 閻博宇叫她事先寫好了一篇詩會序文 又經過她的精心修改 以便到時候讓女婿在眾多的文人中 脫穎而出一舉成名 在宴會上酒過三巡 菜過五味 正是酒意酣暢之時 都督閻博宇提出 為重修藤王閣做序之事 賓客們事先都毫無準備 就都託此不作 閻博宇黃顧四周 正想讓自己的女婿寫上文章的時候 王伯卻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來 公首說道 小生王伯不才前往膠紙探覆路過紅州 趕赴都督聖宴 實乃三生有幸 不勝感激 小生願斗膽一試 還望都督集住為先生不吝賜教 閻博宇見王伯這個矛頭小子不知輕重 攪亂了自己的安排 心中不悅 但是也不便當眾發作 就走出了宴席 坐在閣外 庭蘭跳往江景 來排解一時的憂反 同時暗中吩咐屬下們 把王伯寫的句子隨時傳來 不一會 一個屬下跑過來報告說 王伯寫了藤王閣敘的開頭兩句 豫章故郡 紅都心腐 閻博宇一聽 只是冷冷一笑說道 老生常談 只是俗套的報個地名罷了 談何心意 接著另一個下屬又跑過來報告 說王伯寫了 興分一枕 地接橫爐 閻都督文報淡淡的說道 這兩句嘛 是有點意思 卻也沒有什麼心結 這裡解釋一下 古人用天上28星宿的方位 來區分地面的區域 而紅州正是屬於一枕兩顆星 所對應的地面區域 所以叫興分一枕 而紅州地界又是連接湖南的橫山 和江西的庫山兩座名山 因此為地接橫爐 而當王伯寫出了 落霞與孤雾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時候 顏都督突然就疼的站了起來 情不自禁地拍手稱廟 連聲讚嘆道 天才真是天才呀 把剛才王伯攪局的事兒 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拉著王伯的手請她上座 說道 弟子之格 風流千古 有你這篇美妙奇聞 讓我們今日的雅蕙 也夠傳揚後世了 大家聽見顏都督拍手叫好的聲音 都吃驚地往王伯的席位上圍了上去 看著王伯寄席做出的這麼一篇情景交融 才華橫溢的序文 都讚不絕口 而顏都督女婿吳子張事先寫好的那篇序文 對比王伯寫的這篇序文可就遜色多了 她自敢望塵莫及 也就不好意思再拿出來了 不過呢 她也是年輕氣盛啊 雖然是心裡服氣 嘴上還是不認輸的 就指著剛寫好的藤王閣序 故意不以為然說 哼 這不都是先賢寫過的文章嗎?我早就讀過了 不信 我來背誦給你們聽 說完 一口氣 就把王伯剛剛寫過的藤王閣序 一字不差地背誦了一遍 她過目不忘的才華 也讓當場的人都讚嘆不已 王伯的心裡也暗暗佩服顏都督女婿 才華橫溢 博聞強勁 心想 我可不能被她給嚇唬住了 王伯又提起了筆 略加思索說道 其實啊 藤王閣序後面還有一首詩呢 不知道您是否也能把它一字不漏地背出來呢? 說完 鼻走龍蛇刷刷點點 在紙上寫了一首詩 藤王高格 臨江楚 佩玉明鸾霸歌舞 畫洞昭飛 南浦雲 珠蓮墓卷 西山雨 弦雲彈影 日幽幽 悟幻星移 幾度秋 歌中弟子 金河在 箭外長江 子流 寫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啊 大家都傻了眼 從來沒見過這麼精彩的句子呀 王伯寫完了這首詩 把筆一丟就揚長而去 在場的人仔細一看 發現後面那一句只有六個字 箭外長江 什麼什麼字流 長江科字流中間缺了一個字 這是個什麼字呢? 很快有人說道 這一定是讓我們猜猜 這空的是什麼字的 我猜這是毒字 另一個人說 我猜是水字 還有人說道 我想啊 應該是韌字 嚴都督聽著這些猜測 雖說也能講得通 但是他並不滿意 認為此處定有玄機 解鈴還得戲鈴人啊 於是就連忙派差役把王伯追回來 請他把字填上 這名差役呢 東找西找也沒有找到王伯 找了很久 終於看到了王伯的隨寵 就跟他說明了來意 可王伯的這名隨寵呢 脾氣還真夠大的 一句話也不說 只是伸出一個手指來 差役愣愣的看著他伸出的手指有點懵圈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哼 我家公子說了 此處一個字值千金 這名差役回來禀報 嚴都督聽了 覺得是又氣腦又好笑 心想 王伯這小子是要敲我一筆呀 嚴都督也沒有別的辦法 只好準備了一千金 差役人送給王伯 說是贈給他探望父親充當陸費用的 王伯收到錢以後會心一笑 說道 多謝閻大人千金相贈 然後又露出了一副驚訝的樣子 對差役說 煩勞回禀嚴大人 小聲給他寫的詩 怎麼敢露下一個字呢 那裡原本就是一個空字啊 閣中弟子今何在 劍外長江空字流 大家反覆回味這首詩 一下子恍然大悟 忍不住拍手稱廟 齊聲讚嘆 一個空字給人以無限的遐想空間 真是意運無窮啊 從此王伯一字值千金的名聲 就傳遍了大江南北千家萬戶 於是這篇藤王閣序不僅讓王伯名聲大震 也成為後人學習用篇文寫作的名篇 王伯與藤王閣的這段佳話 堪稱中國古代文學史上 最為動人的故事之一 南昌藤王閣也因此名聲大噪 廣為傳揚 於岳陽樓黃賀樓並稱江南三大名樓 成為經久不衰的由來聖地 池玉華夏 好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點擊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節目通知了 我是雪莉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